欢迎收看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任嘉珍 首先关心本土疫情从桃园扩散到新竹 新竹市府宣布新增一家四口确诊 父母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两个孩子分别就读一名高中 国中部还有三名国小 停课14天提早进入寒假 并且匡列了100多人隔离裁减 由于染疫的父母适合明星科大 建教合作有合作关系 是否因此有地缘关系上的传播链 还有待离情 好 也是现在大家都在问的 就是您预约到了吗 或者是您打第三季了吗 今天早上第20期预约接种 包括了AZ高端 莫德纳还有辉瑞BNT四种选择 现在是刚好已经是12点 开放的是50到64岁的预约 至于在下午2点 则是18到49岁可以开放预约 截止是在22号的12点 因此要把握时间了 至于接种时间的话 是在124到130这一段时间 不过除了说打疫苗之外 现在还有人很多关心的就是 到底该打什么疫苗呢 有医师就特别提到了 30岁是分界点 因应Omicron疫情 追加剂人人强大 还是有限制 也就是说12周以后 你再打你的下一季的莫德纳 或者BNT 其实心肌炎的几率就变少了 眼前莫德纳和BNT两款MRNA疫苗 最热门 但也有人挑着打 去年底法国公布最新分析 对比30岁以下打完第二季后 每10万人当中 莫德纳出现心肌炎比率 越高于BNT 加快提升覆盖率是眼前重点 1922平台第二时期预约 18号早上10点 依照三个年龄层正式分流开放 提供四种疫苗选择 民众可多加利用 戴新闻肖志杰天志中台北部导 现在关注疫情 这个年龄层是往下降 关心的是儿童以及青少年 因为目前桃园还有新竹 都有学生确诊了 学校紧急停课 尤其是国中以下的孩童 没有接种疫苗 如果发生了校园群聚感染 一发不可收拾 也为了因应台湾未来 或许有可能会出现 大量的儿童确诊者 因此专家也认为 各大医院要做好专则病房 医疗设备以及人力盘点 小朋友拿着大包小包离开学校 因为校园出现确诊者 这个情形近期频频上演 尤其是12岁以下孩童 都没打过疫苗 国内医师坦言令人担忧 台湾如果会面临比较大一波的 一个儿童感染 可能都会出现在学校 或者是托婴机构 因为这种所谓 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传染 也是很危险 美国现在0到4岁 儿童的住院率 大概是每10万人 里面有5.3人住院 这其实是相当高的数字 因为住院是相当的贵 是非常有需要 症状真的相当严重 才会到医院里面来 打破Omicron轻症迷思 一旦病例数暴增 势必冲击儿科量能 卫福部盘点全台时间 儿童医院或是医学中心 一共400张病床 将用来收治儿童确诊个案 不只设备照顾的人力 也是重点 儿童如果重症衍生的一些 像心脏或肾脏的问题 是不是有办法处理 小朋友确诊者 大概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单独在医院隔离 那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居家照顾者 那他们的一个健康状况 疫苗接种的情形 那这些其实都是要考量 目前台湾确诊儿童 大部分症状都类似感冒 但也代表没有筛检 就无法找出确诊者 提醒有相关接触风险的民众 一定要特别留意 大家新闻到林登英中台北药导 而谈到轻症患者的治疗 新冠口服药问世被誉为治疗利器 其实除了西药之外 现在中医疗法也获得认同 例如中国大陆非处方中药 金花轻感颗粒 最新消息是在巴基斯坦 当局认证有效 在巴基斯坦进入第五波疫情 病毒大宗就是Omicron 而他们针对300名轻重度患者 临床研究 发现服用金花轻感颗粒后 有效治疗率达到82.67% 在中国大陆 这一款非处方中药 也是用于缓解轻症患者的病情 证实能有效退烧 也能避免病况加重 在国际间地震频传 这一起规模不大5.3 但是因为极浅层 在阿富汗重灾区巴德基斯 造成至少26人死亡 数百栋房屋震毁 好 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 下午4点左右 规模5.3 深度只有18.8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民众用手机拍下地震发生时 地面发出了巨响 漫天尘土飞扬 目前灾情集中在西部省份巴德基斯 南部一处行政区 已知有26人死亡 原因都是房屋崩塌所导致 另外在西北方 一个行政区也传出了灾情 不过确切的伤亡数字 目前还不清楚 好 天气乱了 在美国和加拿大看到暴风雪 清洗美国 在加拿大多伦多 甚至是安大略省宣布了学校停课 至于在美东四个州 也传出了陆续有风雪灾情 像是俄海俄州 积雪高达61公分 很多车子被卡在路上动弹不得 在积雪较少的地方 则是因为路面结冰 开车在路上一不注意就打滑 发生了数百起交通事故 抓紧方向盘却控制不了方向 美国遭暴风雪侵袭 不止公路上险下还生 通报了数百起交通事故 还造成超过20亿万户停电 暴风雪导致纽约州多个筛检站 跟疫苗接种站关闭 马州波士顿港南部 掀起将近四公尺大浪 航空也受影响 17号共有将近1600架班机被取消 看看图表 俄亥俄州积雪高达61公分 加拿大布黄多让 多伦多积雪来到38公分 安大略省学校紧急宣布停课 不过部分民众却见怪不怪 在家门前建造简易流冰场 打起曲棍球 孩子们玩得尽兴是疫情底下的小确幸 但纵观美加 这场暴风雪仍带给多数人的生活很大影响 我们在纵观整个美洲 一个美洲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南半球看到一片红通通 这是在南半球热成一个大火炉 夏季热浪席卷了巴西阿根廷 以及巴拉圭 看看这个温度有多高 阿根廷45度 至于在巴拉圭也有42.4度 这等于是打破当地16年来的历史 同期的高温记录 艳阳高涨 民众吸加带卷泡在西水 或是泳池里 香香暑气 热量清洗巴龟 西部内陆的查科地区 民众顾不得防疫 因为早已被热气冲昏头 专家表示 南美洲这波热浪 与反射音现象 在南太平洋发威 脱离不了关系 看看院长这一天 暂时地放下听诊器 拿起了毛笔 抖六慈基医院院长简瑞腾 带领院内的医师 辉好写春联 以笔墨传法 也为疫苗墨息墨爱 当然好奇院长的书法 写得怎么样 医师救人的手提笔辉豪 写下虎年春联 有祝福 有勉励 社区爱赏 互健康 多时如虎 素行动 小时来拿起来 像我们的伯母 这样 这两个无来这两个不能 阿嬷最平等的 岁末时刻 抖六慈基医院院长简瑞腾 率领院内医师 以笔墨传法 写春联 慕心慕爱 护持疫苗 把我们的医疗基业本分 做好以外 还可以把爱的理念 开策去社区 希望虎年新闻一年 大家虎年行大运 希望满满 喜气洋洋的春联 结好园 获得许多来愿民众的支持 小小的报夕 已经很便宜 而且春年后 回到大 跟我们住在这里 跟着园 做一个省事 一练一散 会众都自己 重健康因 来为这个疫苗 尽一点心力 供职福田 聚善缘 抖六慈基医院 笔墨传法 让每一位来愿民众 感受到医疗 人文与祝福 大爱新闻 郑珊美志工 张国辉 吴苏良 陈文仁 云林报道 也是感受到 满满的温情 把握过年前 志工动员 准备祝福包 还有营养品 要送到慈基关怀户 还有照顾户 以及独居长者的家里 希望让他们 能够安心的过好年 其中的一位 70岁的志工 她也是慈基关怀户 她是陈奶奶 因为丈夫生意失败 家到中落 她只能做清洁工为生 慈基陪伴夫妻俩 长达将近六年 当中也看到了 他们的转变 满桌的发糕和萝卜糕 充满浓浓 节性氛围 这些都是要赶在 农历新年前 送给慈基关怀户 及独居长者的祝福力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用心 很小心地打包 比如 赤黑花鸡 他们也很小心用杯子 然后还有 铁鸡座 这样把它包起来 那菜头鸡 我们用那个 壳子装 也是这样子 有盖子 厨房外 志工忙打包 每一袋除了 浸丝资粮 也放上橘子和苹果 象征大吉大利 平平安安 其中穿着志工背心的陈奶奶 特别醒目 其实她也是慈基关怀户 慈基有什么活动 他们就会跟我讲 我就来 就很快乐 很感谢 也很感恩慈基 今年70岁的陈奶奶 尽管常年腰痛 走几步路就得休息 但感谢慈基多年来的关怀 从大包到环保 慈基大小活动 她都积极参与 等等等 哦 红豆 何跳腜 因为你要知道 来参与 tier 连核 那个夾一超小 减超小 我激壽猫好 美包 这把那包又游到 真的 對 真的感受到這軟心了 真的 我的人生好滿足 真的 也不會再孤單 由你們做飯 我們放了 如千難做 我看著人間 坎坷辛苦 我還有多少愛 我還有多少淚 要讓人知道 我不能舒服 夫妻倆在人生低潮時遇見慈濟 重新擁抱希望 也將感恩化作行動 讓愛綿延 打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台北綜合報導 好 真的是讓愛綿延 這十一輛禮同樣是暖呼呼的 這個地點是在中國大陸福建的連城 志工團隊與當地的政府人員 共同來合作寒冬送暖 每戶物資共有十一樣 一位理髮師為了做志工 當日乾脆不開店 宣和鎮的寒冬送暖 氣氛熱呼 理髮師不開店 來一檢 沒關系的 我們都是能幫助的人 盡量幫助一點 以前十多分鐘的路程 現在這樣子應該只有一個走 他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他這理髮對他來講 一交頭不方便 他自己走路也不方便 路程有點遠 他理髮都比較困難 所以我看到他很快要 叫他過來 我是習慣不穿鞋花的 你要穿鞋花 一定會送給你穿的 我感覺這樣子 你們自己這邊 對我們這些人 照顧實在找到 謝謝 來 我們拿回去可以重複用 好了 祝你身體健康 祝你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孫幹部陪同慈濟志工 拜訪84歲獨居長者張桂英 這笑聲讓人安慰不少 謝謝 謝謝 這襪子 哎呀 真真 真真真 真真 那給你想到了 那你好好過個 暖暖和和的新年 好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很開心嗎 開心開心開心 要感恩你 白新聞真善美職工福建報導 也是開心地接受 感受的是這一包米的重量 這是在菲律賓 現在是疫情趨緩 戶外人潮漸漸變多 而慈利志工和晉順市政府合作 舉行了第三波的糧食發放 這一次是要幫助 馬尼拉近郊 巴雅塔斯地區的居民和拾荒者 而領到這一包米之後 他們還有另外的念頭 曾經在大公司擔任司機的迪克遜 疫情期間工作量大減 只能另謀出路 可是找工作何其容易 我沒有幸運 因為我沒有工作 我沒有在一起 我沒有在一起 所以我告訴我 我沒有在一起 所以我沒有在一起 所以我沒有在一起 我家裡的工作 所以我沒有在一起 我每天都在一起 格倫在他先生往生後 販賣甜點維生 勉強糊口 領取了大米 另一個念頭油然而生 我會做法 及時的事 我會查到吧 如果我沒有隱頓 所以我會保隆 然後我們在生命 我們需要保隆 那是大量的 非常大的一個 所以我沒有想到 這裡先發病 要被風險 但是我想 還是消費 到底可以 這是我的祈禮 神的重生 我來 是 我們現在有愛沙 有在團團雄臨的威脅 我們會看到他們每日的改變 要讓他們的物品 會很激動 分發給外國的營養人 民眾帶來他們日存的愛心 發放動線流暢 大家順利把物資帶回家 大愛新聞菲律賓報導 好 回到台灣 您採買年貨了嗎 今年還是不能試吃 年貨大街陸續開張 採辦南北乾貨不能試吃 該如何挑選呢 午間熱放送交給何韋婷 是的 主播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何韋婷 過年就快要到了 按照傳統習俗 家家戶戶差不多都開始準備年菜乾貨 但是這些食材該怎麼選 您知道嗎 一般常見的乾貨 包括像是金針 筍絲 福菜 還有白木耳等 這些業者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大部分都會使用添加劑 像是亞硫酸鹽類 亞硝酸鹽 或者是本甲酸 用來是漂白以及維持色澤 還有防止食物腐壞 其實這些只要適量的添加 都是合法的 否則食物如果很容易發霉腐壞 民眾吃下肚 恐怕是反而更不健康 來聽專家建議 台灣的這個食品標示是全展開 所以它只要有添加什麼 它就一定要標示 所以我建議大家滿有廠牌 標示清楚的 那如果說太白的東西 我們擔心它有漂白的問題 那有的顏色太鮮豔的 我們擔心它是只有加一些折服等等 那這些可能對我們人體有傷害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不要被顏色就是迷惑了 還是要選這個正常顏色的 是的 在購買挑選上 除了這產品要有清楚的標示 也要特別留意外觀狀態之外 聞起來的味道也不能有奇怪的酸味 或者是刺鼻的氣味 應該是要能夠聞到食材的天然香氣 而另外業者的環境衛生 以及人員的安全管理方面 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民眾還是有疑慮的話 譚老師也特別建議 這食材在下鍋之前 也可以先用水泡30分鐘 或者是直接用滾水來穿燙 就能夠去除大部分的有毒物質 不過要特別提醒的是 這浸泡過後的水 就不要再拿來做別的料理 因為裡頭除了會含有 剛剛洗掉的化學藥劑 也可能會有灰塵以及細菌 這些對於健康都是不好的 以上資訊提供給您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 謝謝韋婷 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是趕快拿筆記把剛剛重點都抄起來 另外來看的是 這一位已收藏藝術遊走校園 他堅持了30年 也深受孩子們歡迎 58歲的駐校藝術家曹席榮 打主板變魔術 兩個看起來好不搭嘎 但他融合運用 自然也有他30年如一日 堅持走入校園的理由 俏皮的裝扮 逗得台下學生哈哈大笑 這就是58歲曹席榮獨特的舒暢魅力 我們是用打主板的方式訓練孩子們的節奏感 用孩子害怕上台 漸漸的孩子勇敢的站在台上克服恐懼 那麼這種的成就感 絕對不是用言語可以形容 我很喜歡 因為他很會搞笑 比我還會搞笑 用雙語和玩遊戲的方式 這是戲服 對 行李車上猶如百寶箱 說學逗唱 樣樣精通的曹席榮 原本是一名北漂專業保險員 為了陪伴孩子成長 毅然決然為高雄當起了駐校藝術家 那為了陪自己的孩子成長 所以我們在南台灣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都深入校園裡面教學生打主板變魔術 剛開始會覺得還蠻辛苦的 小孩蠻累的 可是後來就會發現他們接觸的 就是這些表演之後 我覺得小孩也成長很多 老師的表演中可以學習到一些 比如說國語的正義 還有很多有關於一些 作人處置方面的一些道理 將近三十年來 曹席榮跟太太走遍全台各級學校 用魔術級說唱藝術 讓學生樂於學習 儘管東奔西跑相當辛勞 但看見學生在歡樂中成長 就是他最大成就 答案新聞 許文林 蕭鴻樹 高雄報導 好 這一天課堂也在教室外 高雄古山國小臨山靠海 老師帶著學生們探訪高雄港的前世今生 出發囉 校外教學去哪都是教室 高雄古山國小周邊 有滿滿海味和海洋故事 以前出海味了不要得盲腸 因為漁夫都會在那邊隔盲腸 聽說一天要隔50個 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多漁民了 科診所從外科變成一般的診所 科外科醫院心煞落成志氣 種種半世紀的匾額 斑駁痕跡 建築依舊人是全非 小朋友用畫筆記下這一幕幕 有愛琴號 愛之船還有龍船 天馬行空還原過去哈馬星 原本是海域的風光 搭船的地方 輪渡站 我畫的是由古至今的針線石 古山的古其今的景 輪渡站旁邊有一個橋 我去那邊用望遠筒 看找到不同的地方 讓我印象最深刻 去踏場就會更了解 更珍惜 更認同自己的家鄉 以前這一棟建築物的功用 跟現在的不同 他們會覺得學到一些新東西 填海造路 漁港風情沒落 誰還記得沒有GPS年代的船上三寶 羅盤 判定方向六分離 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氣壓劑 知道現在的氣象 颱風 判定天氣好壞 有這三樣東西才能夠保命 穿越古今懷舊之旅 回憶港都榮景 大安新聞 微宣蕭鴻樹高雄報導 淋巴癌被稱為會跑的惡性腫瘤 東奧全級國手陳念琴 2019年罹患淋巴癌 經過八次化療抗癌成功 他鼓勵病友不要輕易放棄 生病的事實對我的心理以及身體 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到最後我甚至覺得不要治療 直接去比奧運比賽吧 不過在教練以及醫療團隊的鼓勵下 我勇敢地面對了淋巴癌 後來想想抗癌其實跟拳擊很像 只要勇敢出擊就能得到最後的成就 我們對於淋巴癌的治療 是化學治療標靶治療 有些人可以做自體或一體幹細胞移植 那目前是從國外這幾年來 已經有一個新一代的細胞治療 那它其實是利用有點像是 基因工程的方式 我們把這些淋巴細胞做一些改造 那它可以特別針對腫瘤細胞去攻擊 陳念琴鼓勵癌友不要害怕治療 醫師也提醒淋巴癌 在台灣有年輕化趨勢 如果出現六大警訊 像是淋巴結腫大 不明原因發熱 夜間到汗 疲勞 體重下降 咳嗽等等 都要注意 這有可能是淋巴癌的早期症狀 今天天氣還是濕濕涼涼的 而在玉山氣象站 今天下起雨 還夹雜著雪花 目前積雪超過了一公分 所以最後一塊來看看 也感恩您收看大愛午安新聞 祝您平安盛心 我們再會 contro一天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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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